慈禮跟慈基就是如死跟方便 如死就是如其事實 就是合乎這個真相 那么这个是种在慈禮 如死就是种在慈禮 那么这个方便就是种在慈基 众生的根基 针对不同的人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佛法叫做世西坛 世间西坛 不同时代的 那么为人西坛 不同的人 那么要让这个人生起信心的 叫做为人生善西坛 让他生起信心的 让他欢喜的 先让他欢喜 所以佛法在这一部分特别重视功德 所以你认了这本经有多大的功德 这本经是所有经中功德最大的 那这个菩萨他们有多厉害 你念这个菩萨感应特别好 这个菩萨功德最大 所以在赞叹观音菩萨的时候 就说念六十二亿亨德沙菩萨 不如念观音菩萨 在赞叹地藏菩萨的时候 就说你念观音菩萨 念文殊菩萨 念普贤菩萨 都不如念地藏菩萨 我们就这样 那每一本经都是第一 所有经中第一的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很明显的就是什么 方便说 让你升起信心的 如果我跟你讲 念观音菩萨是第二的 那你一定会问 那第一的在哪里 我要念第一的 都是这样 每一个都第一 让你完全 升起这个信心 欢喜 欢喜信受 但是这个只是方便 那你没有讲出道理出来 那没有意义 不如实嘛 所以如实与方便 他说 这个 这导师有一本书叫方便 知道了 因为华语就不知道 第七册 他说 又觉得如实与方便 是相互影响而演化的 就是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 所以为了方便 那个理有时候会 有一点不一样 那所以又想起了 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写作 他是在交代 这个印度思想史怎么来的 他用什么样的元气 来写这本书 所以如实与方便 其实就是气离跟气机 气离就是如实 那么气机就方便 众方便 气离众如实 气机众方便 那么有佛法自身的开展 那么野兽到外来的 神教思想 就是佛法应该是这么说 佛法在印度免不了有印度的思想 那包括佛在讲世间思色的时候 那么很多是随顺印度说的 包括剃头 做沙门 然后六灾日 这些很多都是随顺印度的 所以是印度的世间西坛 甚至经典里面 当然这个是不是佛说都不知道 那应该不是佛说的 不过后来他说 偏重再说 比如说六灾日 六灾日 持灾 功德就增上几倍 因为比如说六灾日是 初八十四十五 初八十四十五 然后二三 二九三十或二八二九 他就跟你讲 初八是四王天下来行事 十四是道立天下来行事 那看到你做好事 你的好事 因为这个时候你做好事 这一天是好日子 良辰极日 所以这一天做好事 功德会增上几倍 这种观念不如实 这种观念不如实 就是说 你功德做多少就做多少 如果我告诉你 今天良辰极日 你今天吃一颗巴辣 如果巴辣有维他命 比如说维他命有200公克来讲 我们只是举例 这颗巴辣或是柳橙 巴辣好了 巴辣为他命稀多 那么你今天 你今天是良辰极日 世王天下来 你今天吃一颗巴辣 会有五颗巴辣的营养 为什么 今天好日子 这样合理吗 不合理 那我就在这一天做就好了 那如果 那好啊 那我捐钱的话 我本来要捐五千块 但是因为今天 功德增上五倍 所以我捐一千块就好 那会变成五千块嘛 会这样吗 不会啊 但是为什么 后来会有这样说 随顺嘛 方便说嘛 印度都这样讲嘛 但是这样其实不如实 就是 不是如实 不是实在是这样子的 那我相信这个应该不是佛托 但是后来说 八观在界里面都这么说 就初八啊 十四啊 十五啊 那是后来的人 依据世间西坛说的 真的 因为这个讲不合理 后来讲得更离谱啦 你送个金刚斤 那后面加一个什么咒 功德就能上几倍 没有这种事 佛法里面没有这种事 你吃番茄 你吃番茄 番茄有那个什么红素 什么 茄红素 那你十五吃 因为这些倒立天下来 功德整个一千倍 你只要吃一颗就有一千颗 番茄的茄红素 那有可能吗 但是一般如果跟你讲 吃番茄有茄红素 你今天吃 在这个时辰吃 功德 那个营养素增加一千倍 你不会相信 但是我告诉你 你这本经 在这个时候 这个善事在这个时候做 这本经在这个时候赌 功德可以增加一千倍 你会相信哦 因为看不到嘛 那你看人就是这样 盲从 而且基本上不去思考 我们台湾人说 都用脚趴去想 这种是错误的 你想一想怎么可能嘛 但是我们很习惯这样 很习惯这样 以前我念金刚经的时候也是 他后面就有一个什么咒 那你说念了这个咒 那么功德就增上几倍 不太想相信 但是他又这么讲 万一我没念 那我不是亏大了 还是给多念好了 也是念好了 你就会觉得 反正我也不损失什么嘛 反正我也不损失什么 但是你一旦相信了 你一旦相信了 你就跟什么 跟佛法不相应 因为这个是不如实的 那我们都是 我们有时候这样 对于看不见的东西 宁可信其有 像超度这件事就好了 你老实讲 你也不晓得到底超度有效没效 但是就是因为不知道 你才要每年多做 就是因为不知道嘛 那你希望他有效 但是你又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效 那从佛法来讲 那从佛法来讲 超度这件事 你说你念个甘露水真言 他就吃得下去 念个辨食真言 他就可以变七倍 你相信嘛 不太想相信 不太符合佛法 但是万一我不做 真的有怎么办 万一真的有呢 那所以我们常常在这种 佛法参加这种情况下 宁可信其有 那因为你也不知道嘛 从理论上来讲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应该不是这样 但是佛法不可思议 谁知道呢 说不定有呢 说不定有 就很麻烦 所以以至于导致 后来方便中有方便 那么很多 不管在家出家 不管在家出家 那么都迷失在这里面 我之前也会讲过一个例子 也是类像这样 我在一个地方 在国外一个地方红法 那有一个台湾的法师 去那边帮人家消业障 然后他消业障的方式是怎么样 就是 天人的黄沸 你知道吗 天人的黄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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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黄沸 他就说你把业障吐出来 那你怎么信 你不信 但是很多人去拜 你说我去一支相伴 我以前也 我以前 我以前是潮山了 雕山 以前我小人的时候 都要去雕山 都流行潮山的 那潮山只要有两个地方 我记得啦 但是我去到雕山的地方 一个就是零沿山寺嘛 零沿山寺 我这个宅街的时候 三十几年以前 零沿山寺就很多去潮山 你看 还有一个就是苗栗 苗栗比丘尼 九花山 那时候我去九花山潮山 那时候还没那么多的 让那时候 以前我出去去看 那里面都没水汤 有那么多的 你听不懂 以前还没有 我都去潮山 有一次去 我去台湾 我去到一堂西草山 他在山下开始摆起了 我在台北不知道是哪里 我忘记了 好像是观音山凌云禅寺的样子 我已经忘记了 我把他摆掉了 上面有一个BQ 还有一支鞅板 我等一年 你听不懂 你摆到那上面 他就跟你说 跟你消业账 你讲最后你会无所谓 是怎样 我说得小 我们会相信这个 我以前也相信这个 我以前也相信这个 你听不懂 但是因为我们也不晓得 我们也知道是什么样 但是我们是宁可信其有 多数是这样的 后来我慢慢学习 后来就知道 这样是不对的 你不相信这个 你越没有证件 你越有信这个意 你越信你就跟证件越偏离 你越信你就跟证件越偏离 你跟证件越偏离 你就跟佛法越不相应 真的 所以这种东西要 第一个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先跟证件相应 证件 证件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什么是应该做的 什么是不应该做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哪些好的会产生 哪些好的影响 哪些不好的会产生 哪些不好的影响 这个你要先确认 所以阿安正人们说 你如果没有断三结 你是不可能断贪嗔痴 三结是什么 就写件 生件借进取疑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这样做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你却可以认为 你后面念一个什么座 你就功德成了几百倍 所以你就很努力在持那个座 那是不对的 我要说 国外就是说 他就台湾的一个法师 他就去消业障 然后就给你腿 给你拖出来 你拖出来 你拖你不太拖 你就拖了 你拖给你拖 你拖给你拖 他就说 如果你拖出来 你就把业障吐出来 业障是这样吐出来的嘛 业障又不是你吃进去的 怎么会这样吐出来呢 但是我们听起来很滑稽 对不对 这怎么会信 我跟你说 很多人信 你本来是不相信的 对不对 尤其是说 你说怎么会对的 那不对 但是你看台湾 大家都去拜 大家都去拜对 你也会想说 那不对了 那不对了 也会去拜 我会跟你骗 真的 算命的啦 算命的啦 地面的啦 看英国的啦 那头前的人 弱意都不绝啦 那讲政法的 那都是小猫两三只啦 我会跟你骗 这是我司机去看的 我看得到的 你只要说 那种公三是英国的 你过去生的 你过去生的 那多少人呢 在北的 消业中的 不管是什么方式 帮你拖滚 什么时候跟你讲啦 还是跟你吹气的 反正一堆 那都是一堆人啦 那迷信的不够多 你虽然这样说 虽然说 那没道理啦 没相信啦 但是你看大家都去拜 你看大家都去拜 你就会想说 万一有呢 反正又不用钱啊 对不对 没有我也不损失啊 那是有我就赚到了 你是不是这样想 我告诉你 你只要这样想 你就跟从此 跟政法不相应 你没有笑还好 万一那一天 你刚好 你动了 你感觉很轻松的 你怨了 你害了 你从此相信 我告诉你 很多人就是这样 走入歧途的 你心里面不要说 看起来没道理 但是万一有没有 宁可信其有 我告诉你 学佛第一件 一定要把这个斩断 协证要分明 建立证件 这是第一件事 八证道 第一个是什么 证件 你以为你有证件 你以为你皈依三宝 皈依来 皈依佛 中不皈依 外道天梦 你想一想 你都皈依什么 建哥都皈依 土地公 城王爷 我跟你说 比较多 你皈依的 我告诉你 那佛都摆在上下边 你听不懂 真的 第一个都不是佛 皈依法 中不皈依 外道 邪说 我跟你说 佛讲的都摆在上下边 你知道吗 真正 你好好想就好了 你好好想 我看到的 我皈依要三十年了 我出家要三十年了 皈依想没有二十 二十二十二年 都是到处讲经 全世界各地跑 我看到的 说是皈依三宝 没饭没吃 台秘说没饭没吃 说到一口一口 他说 没有 你说你皈依三宝 你是皈依佛吗 你是皈依佛学习吗 没有 皈依佛 皈依佛学习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不能这样迷迷糊糊糊过生活 不可以的 不知道对不对 犯谁有呢 说不定有 佛法不可思议谁知道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要是存这种心 你永远不能跟佛法相远 皈依佛要向佛学习 从此过觉悟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不可以迷迷糊糊过生活 规依法要依法修行 佛法要先确定什么是佛法 然后要照着正法 如实的修行 从此过正当的生活 法就是正确 不再颠颠倒倒过生活 不再颠颠倒倒过生活 我们都是过颠倒的生活 那就不定 那就一直往会去 规依佛不再迷迷糊糊过生活 迷迷糊糊糊的修行 那么颠颠倒倒是修行 规依法 依法修行 从此过正当的生活 不再颠颠倒倒过生活 正确就不颠倒 不协见 规依身与身合合 就是要做一个正确的佛弟子 清净安乐合合 大家一起 从此过清净的生活 要调伏烦恼 控制烦恼 控制烦恼 调伏烦恼 断除烦恼 从此过清净的生活 不再烦烦恼恼过生活 这是规依三宝 真的 你怎么会记起来 不是啦 我们大部分都是叫规依三宝 其实 多数的人 多数时候 都没有规依三宝 多数时候 规依三宝只有在什么时候有 在念三规依的时候有而已 至规依佛 当愿众生 体觉大道 发无上心 只有那个时候有 念完了之后就没有了 通常都是鬼神相应的 外道法 都跟人家互别走的 等待这个技术公通灵 我们的技术公知道因果的 都是这样 看病的 我看就是看病的啦 消业障的啦 看因果的啦 这个最多啦 但是看因果的不是真的知道如是因如是果 不是啦 说你前生后世的啦 没人不吃啦 就是你也不能去取证啊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啊 你很相信 都信心有的没的啦 真的佛道这样说的 清清楚楚的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条路你不走啦 都做那个 无啥啥啥 看都没的啦 想象中里面有很多宝藏的啦 你得够好吗 这是我真的是在 出家修行以来到处看的佛教徒啊 我告诉你不只是在家人 出家人都这样啦 你看我了人就好 说起来都会老麥塞 老鬼妹的 你听不懂 这就没法度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啊 他说到这 他说到 他说受到外来 神教思想 他通常就是这样啊 比如说你说像如来藏 他基本上就是 当时的时候啦 所以佛陀时代 不得惜待的有啊 他在那个地区免不了啦 免不了 但是他有一些方便 一定也有的啦 一定也有 那所以 他说 你要 有不同地区政治情况的影响 所以你必须要把握佛法的特质 这第一点哦 你要知道 佛法到底是在说什么 什么是佛法 什么是佛法 那 我们有跟大家说过嘛 什么叫做佛法 佛法主要讲两件事而已 主要 佛法的特点就讲两件事 是圣地 苦极灭道嘛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苦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烦恼啊 贪嗔痴啊 那我们现在正在受苦中 那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这个就是苦跟急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就是道 修到什么时候才真正不受苦 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要修到什么时候可以真正不再受苦 这个就是苦极灭道 怎么样不受苦 怎么样不受苦就是八正道 其实就是这样 这是佛法的原则 如果佛法里面没有讲到这个 那就不对 他没有告诉你怎么样离苦 没有告诉你怎么会受苦 那么他只是告诉你 你就相信我 你就念佛 你就持咒 你就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不苦 那这样不对 这个方法是错的 非因即因 这个方法不是离苦的方法 但是你以为这样可以离苦 那这外道修苦行的也离不了苦啊 所以我也常常讲佛法不是 佛法也不是 有些人说那吃苦了苦 修行就是要吃苦 不对 修行不是为了吃苦 很多人说吃苦就了苦 吃苦不能了苦啊 佛法不是为了吃苦 佛法是为了离苦 这要知道 佛法不是为了 修行不是为了吃苦 修行是为了离苦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自找苦吃 但是他也不是叫你享乐 不用吃苦 不是的 那真正的苦不是身体上的 是心理上的 那重点不是说一定要吃苦 重点不是在吃苦 重点在离苦 那你要离苦 你必须要知道离苦的方法 那你要知道离苦的方法 你必须先知道为什么会受苦 其实是这样 这个整合起来 就叫做苦极灭道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你要知道 那如果不讲这个的 单单讲这个菩萨 我修行 刚才我修行 我修行 我修行 你念他的名字 你就说得多大 如果单纯是以念佛念菩萨 持咒 然后就是可以离苦的 我告诉你没有 不是这个不是佛法说的 他不能离开八正道 十方薄且犯 唯一涅槃门 那八正道里面一定是牵扯到证件 世间的证件跟初世间的证件 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 你如果像阿安真理人说的 你很明白跟你说 人之所以会轮回 会受苦 主要是因为无名所乎 爱解所欣 给你点出原因 根本原因 所以你要怎么断无名 你要怎么断无名 断我爱 从观五蕴 因为你的我爱 我贱 就是执着我而来 所以他告诉你怎么不执着 观色受响行事 五蕴就色受响行事 如病 如庸 如刺 如伤 这是对质 对质你的贪爱的 然后告诉你 这个色受响行事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豪丑出戏远近 他其实不存在 从各个地方去观察 我不存在 那么当你真的无我的时候 我爱我贱的根断了 那么你就出生死 合理啊 这有得力啊 苦的根源是我贱 他告诉你怎么除我贱 就是这样啊 你看佛法 也不用讲很多 但是不管你讲多少 你有方便 那你不能够把这个 如实的东西去掉 如果你没有如实 只有方便 那个就是外道 那个就是外道 外道就不能解脱嘛 所以佛道在阿含町有说 他说 除了八正道之外 外道没有讲房正道的 没有讲缘起无我的 那么在离开这个佛教的教法里面 没有圣道 没有解脱道 没有解脱可言 那不是啊 我们身为佛弟子 身为佛弟子 修的都是外道 这很可怜的哦 那么在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你一定要把握佛法的特质 但是把握佛法的特质 你讲到那些俗性 不然要听得太受罗应 是不是 就是说你做一个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东西 要给大家补充营养 但是 说一说的大家都 听了都不爱吃 那个目的没有达成啊 你说的很殊胜 没有做 但是大家听不懂 或是听了不欢喜 不欢喜 他就不会买回去吃啊 那你也没效啊 所以你还要引起大家的欢喜 那个时候就需要方便 那不同地区 这些人要吃鹹的 那些人要吃甜的 这些人要吃酸的 所以你就要加酸 加甜 加鹹 加在那里 为什么 要为了他欢喜啊 他的口味的更重 他就要更重口味的人 你就要给更重的味 他们要每天吃 所以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方便哦 那不同地区的 不同时代的 那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多方面 你要了解 你发展中的重要关键 多方面的种种影响 这就是方便 才能完整 就是如此跟方便 你要配合 才能完整表达出 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真相 就是说 原来在佛陀时代的佛法是怎么样 那么现在的佛法是怎么样 那为什么 他从那样变成这样 这是怎么变成的 那你了解你就知道哦 他是在哪一些 哪一些演化中完成这种方便 如实 你要掌握 就是有一个不变的就是 他气力这个是不变的 一定要合乎政见 但是为了让你能够依法修行 欢喜信寿 他要加入 加入一些不同地区不同时代 不同人的影响特征进去 好让你能够欢喜信寿 依法修行 但大多数的人都是贪爱功德的 像净土也是这样 给你描写的净土 如果好让你起欢喜信 你就会去念佛 你就会去设心嘛 你就可以断恶修善嘛 会这样啦 好 所以他说 这是我的学历所不能达成的 导师比较客气 那么他说 而消 酸酒余年 念力减退 也不容许做广泛的写作过向 通常 通常老了 第一个记忆力会减退 当然最重要是体力会减退 体力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记忆力 记忆力会减退 像我现在还没老 我的记忆力可以减退 真的有很多东西来过 我以前记忆很好 我背了很多东西 真的 我背了我四十五经 然后那些农家的 道家的 佛教的 我背很多 我很爱背脆 你听不懂 但是现在 现在慢慢慢慢慢慢 有时候 你会想想不起来 你听不懂 不需要把自己跳出来 就有时候这样 这就表示什么 这就表示说要老了 有时候老了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有时候我常常在说 常常在说 就想不起来 要说就说不下去 这种东西 包括记忆力会减退 记忆力会减退 所以学习的时候 要趁什么 趁年轻 以前有句话说 时过难后学 则勤苦而难成 这就很重要 我以前背的 现在很多 有话还会记 但是有话很多买这句了 其实 其实大概 最年轻的时候 是最好的 像我懂这么多 基本上都是年轻的时候 学起来的 我二十几岁 然后就开始学到 现在五十几岁 我没有 就是一直在这样 你看我在服务院就十七年了 教书又交了一二十年 都是一直在看这个 然后时过难后学 就是你要把握 那个学习的时机 像我看 大部分都还年轻吧 不是年纪很大 都还年轻 时过难后学 但是你说老了 就不用学吗 还是要学 更要学 因为你学习的时间 比别人少了 那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精进学 人一能知几十之 人十能知几百之 就是别人一次就做得到的 我记忆力比较不好 体力比较好 我做十次 别人十次就做得记得起来的 我记一百次 中间 国人如是 虽以臂名 再怎么笨的人也会变聪明 这个是奴家 这个是奴家 这个是他裡面讲怎么学习 怎么学习 死过难后学 这以前背得 现在都 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 再过几年搞不好就写不出来了 则勤苦而難成 你很辛苦啦 但是也不容易成就 另外一个就是 很多人一起学习是有好处的 读学而无履 则怎么样 这个就很常见 读学而无履 折什么 折什么 你都没太过了 折孤肉而寡闻 对啊 孤肉而寡闻就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关在房间 自己看书 折孤肉而寡闻 你自己想自己对 不然人讨论 不然听别人这样说 就是你自己怎么想 自己怎么对 叫做孤肉寡闻 你只知道 你知道而已 但是你有同学 像你有同学 要互相听 要听别人怎么说 别人怎么说 要怎么参考 要怎么用 那么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广博学 第一个就是博学嘛 你不是寡闻啊 那中庸 博学 审问 圣诗 明辩 独行 那你说 那时过 就是说 趁年年轻啊 记忆力好的时候 还可以的时候 你要赶快修 要不然哦 以后就勤苦而难成 那你说 我已经老了 我就不用修了 因为我死已经过了 没有 在佛法里面 死死都 到你死之前 你都可以修 那你又怎么办 吴家也是怎么讲 人依人知 如果你已经老了 机力已经不好了 你要学得比别人勤快 人依人知 几百知 你要有这种心啊 你要有这种精神啊 一定要这样告诉你 真的 那么人识人知 人家识遍就记得起来的 我做一千 我做一百遍 人依人知 几百知 人识人知几千知 反正就这样 那么 果能如是 你能够这样 下苦心 虽于毙明 再怎么笨的人 也会变聪明 虽柔必强 再怎么柔软 柔弱的人 也会变强壮 那他还讲到 就是 他讲到修学的五个次第 博学 审问 圣思 民辩 笃行 我们既然讲了 就顺带讲好了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也很好用 佛法叫做文师修正 他类似像这样 博学审问 这个应该是中庸的 审问 圣思 民辩 笃行 笃行就是切实的遵行 好 首先要广博的学习 他要有一个观念 有符学学之符能符错也 就会应到这里 有符学 这次讲到这个 几一人之几百之 有符学 学之符能符错也 有符学 他的意思是说要努力的学习 那么既然要学了学不会不中止 错就是停止 就是你要广博的学习 我学不会我绝不中止 没有半途而废这件事 没有半途而废这件事 所以你要学到会为止 既然要学了就要把他学会 学会 佛法就是这样 你要耳朵清清澈澈 然后要审问 学了之后 就好像我们如理思维一样 有符问 那问之 符之 符错也 问就要问到明白 要了解 你学就要学清楚 要了解这个道理 那施之符德 就是一定要想要想到 我确定知道 而且能够知道怎么修怎么做 施之符德符错 我不停止 不然我不停止 辩 辩之不明 就是有福辩 辩之无明 福明福错 就是我 维系的地方 那么这个 这个像我们很多也是这样 这个比如说净土 那你要明辨 明辨 这个到底是 就是你不明白 不完全清楚之前 那么 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对于你手 就好像 就好像对于你的病 你要弄清楚 对于你要走的路 你要弄清楚 你要弄清楚 非常清楚 那你先要广博的学习 审慎的 就是你要 你要很多问题 要有问题意识 你要了解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是为什么 这样讲有道理吗 那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讲 所以这里就讲到 如实跟方便 这哪些是方便说的 这样讲没有道理 那么 审问圣思 明辨 笃行 然后最后 就是如实修行 切实的修行 这些 这些都是师跟修 这个是文 文 这个是师修 这个是师 这个是修 这佛法里面的文师修 辩家就是这样讲 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是说 你趁这个时候要好好修 要好好学 而且要把它学会 那么要有这种些 我学不会 我不中止 我不停止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而且你对佛法里面的东西 你要分辨出 你一定要分辨 哪些是方便说 哪些是究竟说 奴家也有这样子 奴家有一件事 就是说 有一天 这个油脂跟真脂 我们顺便讲这件事 讲到方便说 四种西谈 讲到油脂跟真脂 然后脂油 脂油 脂油应该是这个油吧 我看一下 好 他说 这个油脂 油脂因为长得像孔子 油脂因为长得像孔子 所以孔子 所以孔子时候 那么孔子的弟子 把油脂当做孔子来侍奉 那么有一天 那么油脂曾经问真脂 这个油脂问真脂 都是孔子的弟子 那真脂就是那个 写�孝经的那个 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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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死也 那么曾生 然后这个 他就问真脂 说孔子 有没有关于一个人丢官 或是这个 这个就是他本来做官 后来被官职丢掉了 然后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应对 假设因为孔子 有很多弟子在做官 那么像子录也做官 不过子录后来下场满凄惨的 被人家剁成肉酱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游子就问 游子就问这个真脂 说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孔子 就是他的 他的老师 就是 有没有关于一个人 那么丢官之后 就是做官 然后被免职 那么之后应该要怎么样应对的 这样的一种事 那真脂说有 孔子成本这样说 如果一个人 那么丢官了 那么他要赶快变贫穷 那么一个人如果死了 他身体要赶快腐烂 那么你看 这个是他亲耳听到的 那么游子说 依据孔子的思想 依据孔子的思想 孔子不会讲这样的话 为什么 因为孔子很重视理解啊 比如说人死了赶快腐烂 没有啊 他那个官锅 几寸几寸都定得好好的啊 还要手伤 还要怎么样 然后怎么 孔子怎么可能讲 因为这种话不合乎 孔子的思想 因为他听孔子讲过很多 像我们佛法 你说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你说这个初八做一个善事 功德会增上三千倍 这个不合乎正见 也不是佛陀会讲的话 虽然我没有听过佛陀讲经 但是实际上 从佛陀的经论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不是佛陀会讲的话 不可能 就好像 就好像 比如说 现在有很多人流行 十二生肖配十二个菩萨 你是属马的 你是观音菩萨本尊 你是这个 你是个属牛的 你是地藏菩萨本尊 就是像这样 你要配戴那个观音菩萨的玉佩 我说 我说 在从佛法里面来讲 不可能有这种思想 不管你说的出自哪一本佛经 这个都不是佛说的 虽然我也没有听过佛说经 说法 我也没见过佛 但我可以肯定告诉你 这个不是佛说的 因为从佛法的思想里面 不会有这种事 所以你要掌握佛法的特质 就是这样 现在讲的就是这件事 好 那我们就顺带讲这个 然后尤子 你看尤子就掌握了孔子的思想 他说 照理说孔子不会讲这样的话 那曾子就说 因为曾子跟尤子两个人都是孔子的弟子 他就跟这个尤子讲 这是我亲耳听见孔子这样讲的 好 那他不会讲谎话 那你亲耳听的没有错 好 你看尤子就这么说 如果这个真是孔子说的 那么他一定是方便说 意思就是 他是针对某个人 某种特殊情况说的 你看 这里就讲到如此更方便 他一定是方便说 因为他在某个特殊的情节下 才这样说的 一定有针对性的事情 好 那么后来 后来这个就是 他就跟他讲 因为曾子说 因为他问曾子嘛 那曾子说 这个真的是孔子说的 我亲耳听见的 那么当时 子有也在场 就子有 不然你可以去问子有 子有当时也在 就是不是我编的 实际上那个是 真的是孔子讲的 可是照理说 孔子不会说这样的话 因为从孔子 曾经说过的话里面 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 那但是他 你看这个会读书 不会读书 就不一样了 从这里就看到 有子跟曾子的差别 那这个曾子说 这个真的是孔子说的 老师说的 不然你可以问子有 子有当时也在场 好 那这个曾 这个游子就去问子有 子有说 确实是这个是孔子说的 但是 但是 他是针对 第一个 他就有一个叫做 横施 他丢了官之后 他被免职了之后 赶快拿着礼物去贿赂 想要 拿着礼物去贿赂 想要再磨个官子 就去买官啊 所以孔子知道这种现象 他就说 哎呀 有些人丢了官 还不如赶快变贫穷的 因为变贫穷 他就没有钱下去贿赂了嘛 是这样 然后有一个人叫做禁书 那么 不是禁书 禁书是丢了官 丢了官 然后去贿赂 然后这个横施 是还没死 就把自己 因为他们奴家是有规定的嘛 那个官几寸 郭几寸嘛 那么他先为自己 因为很多人以前的人 是还没死 就算准备他死了之后的 怎么葬怎么葬啊 皇帝以前的这样啊 都先准备好了 那他看到这个横施嘛 为了自己死后 要准备什么准备什么 超出他的一个 他这种 因为他很讲究礼节 你是极品的极品的 你是什么位阶的 你出门 你的马 是几匹的 你是怎么规格的 他是讲究 奴家是讲究这个的 讲究理智的 但是 他自己没到那个 他就拥有那个规格啦 所以 孔子说 死了之后 身体赶快腐烂的比较好 没有了官做之后 赶快变贫穷好 是针对这两个人讲的 并不是真正 孔子说 对一切人都说 死了赶快变腐烂 那不做官的 就赶快变贫穷 这讲的没道理啊 但是 他这个是针对性的 叫做方便说 如果从 如果从佛教里面 叫做什么西坦 什么西坦 对治西坦 其实就是这样啦 那这里就讲到 所谓的儒死跟方便 奴家都有这种故事喔 你看 那佛教呢 方便说更多 那你必须要了解 哪一些是方便说 所以到了华华经 他就讲 正直舍方便 但说第一意 你看 就是讲这个 那所有的方便 都是为了著成第一意 所有的方便 都是为了著成第一 如果没有第一意 这些方便 就不成方便 这个一定要知道 那很多人把方便当究竟 这个比较麻烦 好 那所以 我们来看 他这里说到 所以你看 把握佛法的特质 然后再理解 哪些是方便 那导师说 他 他念力减退了 不容许做 广泛的写作构想 所以本书只能着重佛法自身 做概略的叙述 而印度之佛教所说过的 有些不再重述 所以他 基本上 并不是在改写 但是是改写 但是就是有一些 印度佛教说的 他就不再说了 但是这样也很多了 那我们再看 他说我对印度佛教的论究 想理解佛法的实义以方便 就是如实跟方便 就是第一义跟方便说 世俗地跟圣意地 也有类似像这样的 而缩短佛法与现实佛教间的距离 因为导师一直觉得 真正的佛法跟现实的佛法差距太远了 你看世间做佛事的 再看到佛法里面讲的 你就会觉得佛法差距太远了 你看那个做佛事的都是 又持咒又戴什么 毗如帽 然后又拿铃铛 然后又画符 什么一大堆有的 那你看到佛法讲的 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都是佛陀的佛教吗 你去看南传的 然后再去看北传的 再去看藏传的 如果你没有学过佛 你会发现 这些都叫做佛教吗 就差很多 就真的是差很多 好 那么 但是如果你了解 他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演化 那你就会理解 你就会理解 好 所以他这里讲 方便是不能没有 就在这个世间 你没有方便 你说的再怎么 怎么真实 没有人信就没有意义 就没有意义 你的面包做的再怎么 营养 没有人买 大家都吸收不到你的营养 你这个医生 医术再怎么好 病人都不来你这里看病 那你的医术好 那也没有用 医不了病人了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他说方便是不能没有 方便适应才有利于佛法的红布 确实 但是如果只着重方便 那跟外道一样 方便过时而不再适应的 应有正直时而方便的精神 那其实就是这个已经不再适合这个社会了 他不能成为方便了 反而成为什么 成为累赘 成为负担 成为幸福 其实变成这样 那你就要把他舍弃了 那么残养佛法的争议 应用 应用有利人间 净化人间的方便 就是随着不同地区不同时代 那么不同的人 那么不同的喜好 而有不同的方便 其实是这样子的 希望诚信佛法的读者 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流变中 能死死为故不忘正法 为正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 你看 讲得多好 那77年的 在南投记录写的 好 那这个我们只是把秩序讲完而已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讲到 第一 下个礼拜就讲第一章佛法 那 重点 重点 就是佛法的重点 就在这第一章里面 后来就讲到佛法的演变 那么为什么会有佛法 其实也是从 因为佛陀在印度 那么一定是有印度文化的这一部分 那所以佛法本身就夹杂了很多印度文化 比如讲 比如讲 须弥山 这个是印度文化里面的 也可能是喜马拉雅山 不知道 比如讲 比如讲 北聚如洲 那从印度 确实有一个聚如的这个地方 它是在北边的 聚如的这个地方 那 从现实来讲 确实可能有这个地方 但是 那么 也有可能 类似说 比如说 像现在就有很多种说法 比如说须弥山 北聚如洲 那么 这一些 有些是印度原本的 像沙门 要剃头 然后 要这个 要这个托波 然后有六灾日 然后 类似像这个 这个都不是佛陀最先说的 而都是依着印度的 修禅定 这个也不是佛陀最先 佛陀是学来的 然后觉得这个对修行有帮助 戒跟定都是共外道的 它本来就存在印度文化里面 那么会也有 但是 元其无我 这个是不共外道的 只有这个无肉会不共外道 有肉会还是共外道的 一般有一些 就是思考 像那个时候 废陀文化有一部分 废陀文化早期还是种信的 种犯天的 后来开始奥义书改革 那么开始他也有种理智的 一字得解脱 我们来讲 一夜有沦为一字得解脱 开始种思辨的 开始了 而不只是种信仰 所以 某些的界定位 其实是跟外道相应的 但是佛法的界定位 不同于外道的界定位 特别是会 特别是会 无肉会 这个是不共外道的 所有外道都没有的 那么戒跟定 其实戒是吸收苦行外道的 定是吸收瑜伽外道的 当时有很多人修定 那么结合成佛法的一个修行体系 那佛法在讲的有一些概念里面 基本上还是有一些是顺从 顺从印度文化的 这部分我们要知道 好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到 大家就先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好 愿意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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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于切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供臣佛道 皆供臣佛道 好 好